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样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YouTube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来欢迎来宾 首先国民党立委李德卫委员 主持人好大家好 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石小伟小伟兄 主持人好大家好 新北市议员林敏佑明佑兄 大家好 以及中华战略及兵器研究协会研究员李华球华球兄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首先还是带您来关注 现在全球都在高度关注的尾巴局势 以色列或者我们说加萨走廊这边 现在就像是一个压力锅一样 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而且会波及到全球 因为以色列在上周末下了最后通牒 地面部队目前已经准备要进入加萨 现在看到了以军大军压阵 进到了加萨的北边 现在好像是箭在弦上 而两国声援全球风起怎么说呢 现在在全球各地 已经变成好像一个对立的状态 有人声援以色列 但也有人支持的是巴勒斯坦的人 好现在随时要入侵了吗 目前以色列的400辆军车 集结在加萨的边境 以色列多次预告要入侵加萨走廊之后 根据美国卫星影像的分析显示 已经有将近400辆的军用车辆 是聚集在尾巴边境 大概有6公里左右的地方 现在准备要进入地面的攻击行动 而以色列参谋总长哈列维呢 特别也向士兵喊话 他说以色列军队将要进入加萨 铲除哈马斯 以色列军队的目标就是哈马斯的 每一个设施 每一位指挥官 以及每一位成员 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 以色列军队要进攻 而且是展开地面攻击 可是现在决定要正式发动攻势 尤其是地面攻势 现在考量的点有哪些 还有如果是第一波的攻势 他可能的攻势方式还有规模 小伟兄 因为如果说今天他为什么要决定攻入加萨 很大一个原因是 因为加萨地区是哈马斯民兵的 这样一个算是根据地 而且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年来 加萨的哈马斯 他一直用各种的火箭炮 然后来对以色列 在附近的囤垦区域以及城市 进行火箭炮的攻击 所以当然你看到 以色列准备了很多的铁穹来拦截 但这次哈马斯等于算是 用类似这样恐怖攻击的模式 攻破了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自治区的边界以后 其实造成以色列方面很大的损伤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 他势必必须要进到加萨地区 来对这些哈马斯的地面部队进行一个清剿 而且最重要是要拆除他的战争机器 虽然说哈马斯的战争机器可能很便宜 可能都是一些 类似像这种价格相对低廉的火箭弹等等 这个时候他一定要设法把它清理掉 要不然的话你说今天就算两边 如果假设停火 但是这些东西都在 难保三不五十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哈马斯又要再来对以色列周边的国土 再进行这样一个攻击 我个人来看 以军目前动员车辆来讲 400辆不算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真正实际可以用来攻击作战的车辆 它包含像战甲车 还有装甲运兵车 步兵战斗车 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在一半左右 其他很多都是属于后勤之重车辆 可能是第一波 对 但是这第一波 这样的200辆的战斗车辆 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 基本上也不容小觑 那至于时间点上 我个人会认为 可能应该会在拜登拜访过特拉维夫之后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你现在那个 拜登已经敲头打鼓要来了 对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今天以色列就先动手了 为什么也太不给这个拜登总统的面子 虽然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拜登总统 或者说美国政府还是蛮挺以色列 但是其实美国政府也有给 这个以色列一些忠告 就是说第一你今天 这个攻击的这个目标 或是等等这个目标选取 你要非常谨慎小心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加萨地区 不仅仅是只有哈马斯 除了哈马斯之外 其实还有更激进的伊斯兰国加萨 伊斯兰国加萨这些人 那个杀起人来 或者外来干起坏事来 绝对跟哈马斯比起来是 更杀人不眨眼 而且其实哈马斯跟 这个伊斯兰国加萨之间 彼此之间是对立的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如果说你把这个哈马斯彻底打烂了 剩下的人就会通通跑到 那个伊斯兰国加萨那边坐大以后 那这时候你以色列可能反而更永无宁日 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 在这个地方来说 是处于一个投鼠忌器的阶段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那个拜登离开特拉维夫之后呢 这个时候 以色列地面的进攻跟青角 也就是进行这种 著名地的青角战斗会开始 而且这个战斗一旦开始 以色列其实必须要忍受 至少可能接近四成的这样的伤亡 现在以色列大军集结的同时 刚才听到他们这个 以色列的参谋总长表示说 他们的目标就是 摧毁每一个哈马斯的措施 设施 每一位指挥官 以及每一位成员 意思就是消灭到底 但有可能完全青角铲除嘛 要先克服哪些困难 特别我们在前几天也提到了 哈马斯有个非常绵密的地道 也就是除了地面作战之外 很可能要进入到地道的作战 哈马斯这个360多平方公里一个地区 住了大概有200多万人 那么这么密集的一个城镇 如果以色列地面部队进入的话 就是所谓的标准的城镇作战 那么城镇作战会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 地区狭小 人口稠密 交通非常的复杂 你的兵力火力你要怎么调度 非常的困难 那么同时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 如果以色列的地面部队 那么就像夏宏兄刚刚讲 在拜登访问以色列后之后启动的话 我认为即便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也是小部队进去 不可能大部队 因为它现在集结在周边 大概是36多万的部队 那么这么多万的部队 你进去的那个路径 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即便是小部队的话 一样是会伤及无辜啊 一样 对所以进去的话 我认为这个地面部队 以色列也不可能不打 因为它已经 这十几天已经喊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呢 在北边的伊朗也特别说它要先制攻击 这变成两边都在校正 校正的这个状况 再加上10月7号 被哈马斯摧毁了这么惨烈 以色列也不可能不采取报复的这个行动 所以它这场地面的部队 打击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 但是能不能铲除哈马斯 我认为是没有那么容易 我进一步请教华舅兄 因为现在讲到说绵密的地道 但让他讲到说以前的越战 越战美军是吃了非常大的亏 所以对于以色列军队来讲的话 现在也必须要防的就是说 如果一旦进到了地道战 会造成像刚才夏伟兄也提到的 以军也有可能会大量的死伤 这个地道挖了大概将近前后 大概500多公里 那么500多公里比我们台湾的 这个整个南北的还要长 那么有一些说法说 这个地道其实是 来自于中共的这个地道兵的指导 当然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 但是我这几天阅读相关的资料 的确有这个说法 那么进入地道之后 那么其实是非常没有 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什么 因为你整个方向你不清楚 然后里面的设施有什么 你也不清楚 进入之后 你的兵力怎么调度 火力怎么运用 那比在地面更难度更高 所以我认为 进入到地面之后 地道之后的 那个难度比地面高 所以我认为以色列 他当然发起地面的攻击 是有可能 但是不会展开大部队的 这样一个行动 OK 前几天以色列说要发动地面攻势之前 先下达一个最后通牒 就是24小时 要110万的巴勒斯坦人 从北加萨撤离到南部去 但是已经证明了 24小时过去了 就是没有办法撤 没办法就是没办法 而以色列方面 现在看到说 多次的延缓他们的攻势 现在到底是人道考量 还是因为基于战略的考量呢 他们宣布说要进攻加萨走廊之后 多次延缓了进攻时间 但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说 推迟的主要原因 是为了让更多的巴勒斯坦平民 抵达加萨的南部 而现在呢 这样的说法当然除了人道考量之外 也有是不是战术上的考量 我们刚刚讲说 以军大军压阵 现在是建在弦上 但是不停地去往后延 往后延迟他们的进攻时间 但是人道考量到底能够拖住他们多少时间 我觉得应该反过来讲说说 第一个是 其实人道考量也存在 战略因素也存在 它最主要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希望这些平民能够离开 因为以色列反攻的时候 它面临国际最大的压力 就是到底有没有注重到 人道的考量这个部分 有没有让这110万人撤退 所以的确现在看起来时间不够 他们就延缓时间 但是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情形就是 他们在准备战争的阶段当中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预备役的部队 其实在很多的社群上提出了他们的所谓的一些请求 就是虽然他们到以色列军队报到之后 它可以领到武器 可是其他很多装备它是不足的 譬如说它可能有一些头盔是比较旧的 可能有一些装备是比较旧的 然后甚至是饮水粮食 他们可能没办法得到 他们自认为上大厂需要的标准 所以他们现在 还需要整备 对他们还在 甚至是在社群媒体上请求说 是不是有其他人可以捐赠给他们 所以这个其实是让大家有点蛮意外 就是说我虽然在战斗上做好准备 可是在持续作战上的准备可能还不足 他们需要一点时间来做这事情 最后也是最重要 刚刚就是在这个校伟兄有提到的部分 就是说拜登总统明天就要到以色列去访问 但是他其实不是只去以色列 他其实还要去埃及 他还要去约旦 然后还要跟巴斯坦的这个主席见面 所以其实他们真正要谈的是 以色列这一次的进攻加煞 要做到什么程度 要到什么范围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这些难民又是不是能够安置在 这个往南的 往埃及这边的人道走廊 是不是愿意开启 往北的是不是在约旦这边可以收容 那再把这个说我在北加煞部分 我想要清楚的范围定下来 也可以有一个说法是 譬如说反电最激烈的这个伊朗 就告诉你说 其实我进去扫除了哈马斯之后 我并没有真正完全去占领加煞 这样的说法让整个局势能够稳定下来 也就是说他其实现在是以色列跟周边的国家准备打一场 谈一个有限的战争范围 对他也是有限度战争范围 平民何故 各地呢也出现了这个声援巴勒斯坦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巴的冲突掀起了两方的论战 可是现在看到是德国跟法国呢 却禁止这些支援巴勒斯坦人的集会 这次在冲突发生之后呢 各国陆续出现了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特别是呢在欧盟当中 我们主要看到这两个国家 法国跟德国 可是他们却率先宣布禁止一切挺巴勒斯坦的集会 大家很想问是原因是什么 他们的考量是什么 另外就是如果接下来以色列要发动地面攻击行动 那么这样的全球性的各处都不在不断上演的这个示威活动 有没有办法产生一些牵制 应该这样讲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全球现在各地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 我觉得当然对于主要支持以色列的力量 包含美国德国以及法国 这些欧洲重要的国家的确会有一些压力 所以在这个人道的必要程度上 到底以色列所施加到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相关的力道以及程度 这就是大家关切的 那你是不是要再次的进攻相关的地区 甚至于继续的占领 那还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因为以色列一直在讲的是 他是针对这个组织相关的兵或者指挥官 但是不是针对一般的巴勒斯坦人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相信各地现在声援的一个活动 因为毕竟还是一个种族的问题 另外我们您刚刚特别谈到德国跟法国的部分 我想一个是所谓的理念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现实的问题 对于德国当年有所谓纳粹迫害犹太人的这一个历史的过去 所以在德国来讲 他们对于所谓的反犹太人是零容忍 所以这一点德国总理讲得非常的清楚 他们不希望再发生 所以他们认为反犹太人零容忍是德国的民主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理念上对于德国是非常坚持的 另外一个现实上讲到法国 在法国的境内有50万的犹太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穆斯林有500万人 所以假如一旦这种种族的冲突在法国境内的爆发 那对于整个法国甚至于欧洲的影响 当然就会散发出去 蔓延出去 所以在这个部分当然法国也非常的重视 所以避免获其消强 让这个整个反犹太人主义 从法国开始延烧 是不是会再串联到整个欧洲或者其他的地区 所以我相信这两个国家主要是这样的考量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分析地人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好 尾巴冲突现在刚才提到的是 美国现在想办法的要居中斡旋 协调赶快看能不能够降温 所以说拜登总统要会晤纳坦雅胡 但是仍然会持续的提供 以色列方面军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7号已经宣布了 拜登在18号最快在18号就会飞到以色列跟纳坦雅胡来会面 那么在是在出访以色列之前 拜登在15号的时候 他是接受了CBS的60分钟节目 在专访的时候他公开表示说 以色列有权回应施暴的哈马斯 也认为说哈马斯现在被铲除 被剿除其实是应该必要的作为 那么他说如果以色列占领加萨走廊 他特别提醒以色列说这会是一个重大错误 另外拜登也说美军现在还不需要在中东作战 以色列拥有最精良的战斗部队 但是保证会提供以色列军队所需要的一切 这些所需要的一切到底是指什么 我先问一下华球兄 现在拜登18号他最快18号这一天 就要到以色列去和纳坦雅胡见面 要来想办法看看能不能透过美方 这些力量来居中斡旋跟协调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都知道纳坦雅胡他是极右派的 他非常强硬 再加上这次以色列先被攻击 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每一次的公开发言 都是非常强硬 而且誓言说一定要扫除扫荡 把所有的哈马斯灭尽 所以拜登要如何去介入来斡旋 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谈就是 那么前几天英国的卫长 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的元首 或者是重要人士到了这个战区之后 都有发生危险 所以我觉得拜登18号到以色列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个安全的问题 因为这个安全问题如果没有守住的话 出问题的话那这是不得了的事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拜登如何来斡旋这个事 我觉得这当然是他去的重点 第一个他一定要能够说服那台雅虎 在周边的这个哈马斯周边的这个地面部队 不能够大量的进去 也不能够展开大量的这个屠杀 刚才这个有特别提到说 会注意到这个是不是平民 可是我认为我自己做了20年军人 参加过无数次的演习 你军人只要上了战场或上了演习 你不大可能会去分 这个是平民这个是军人很难 尤其在城镇站 对尤其在城镇站 人口密度这么高 交通这么复杂 然后战斗任务这么密切的状况之下 不大可能会分出说谁是平民谁是军人 所以滥杀无辜 这个是拜登去之后一定要跟那台雅虎 把这个事情给敲定 这第一个 第二个进入到这一个 来到以色列之后我认为拜登一定要先 因为布林肯现在其实又回到以色列了 这几天在也还没有 拜登没到之前 布林肯应该要去说服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 要他们能够有停火的意愿 如果有那么拜登一来 双方面的这个领导人都聚集起来的话 从这个角度去的话 那么这个就有比较有机会达到斡旋的这个可能性 但我认为这个的话就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就是第三点我认为拜登要善用周边国家 尤其是伊朗 约旦还有沙利阿拉伯 等这些国家 给他们压力 给他们压力 这样子的话看能不能让以色列 还有哈马斯 在这个战况 进入到危急的这个状态之下 能不能产生一个 和谈和平的这样一个动能 那么可能会比较有效 这个问题又回到刚才夏伟兄提到的 拜登过去 那大家要给拜登面子 所以现在地面部队压着先不出动 但重点来了 拜登说要提供以色列所需的一切 他指的是指哪些武器 其实我觉得武器的部分 因为像之前以色列有提出要求 他要求包含这个美方提供 这个所谓小进体的这个精准导引武器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近来 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刚开始进行报复的时候 就是说第一天或前几天 他甚至就对加萨地区发动了6000次的攻击 这6000次的攻击 很多是2000磅的炸弹丢下去 这2000磅的炸弹丢下去 一整个楼就垮了 像在加萨地区 他很多地方这种所谓的哈马斯的民兵 跟一般的民众 他可能就通通挤在同一栋楼内 那这个时候你这栋楼被炸垮了 是不是 的确你把哈马斯的战士也炸死了 但是你的附带损还是很可怕 所以没有要求 听说还有杀伤力非常强的白领弹 白领弹那是 当然以色列否认 但是其实以色列有一张照片拿出来 就是他们的炮弹摆在那边 他们的M-109在旁边准备要发射 上面就摆了白领弹在那边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个他们要求 就是美方能够尽速提供 铁穹防空系统的飞弹 还是有一个短程的防空飞弹 他希望能够美方加速提供 关键性的这样的领主间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在这一次的冲突之中 哈马斯大概已经把 以色列的铁穹和裤子的量都快耗光了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可能是在军事上来说 是要求他们提供的 但是就是说以台湾 还有乌克兰 还有以色列 其实我们目前对美国军援的 这个军备的要求品项 并不尽然完全相同 所以我个人认为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来说 台湾可能 或说乌克兰 它会产生的排挤效应可能不大 那现在除了美国之外 中国方面呢 现在看到是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翟卷呢 他也透露说下礼拜他要访问尾巴 跟各方来加强协调 而且翟卷表示说中国大陆的目的 其实是先缓和局势来推动尾巴 坐下来谈 先和谈 然后呢同时呢 又提出了尾巴两国论 也就是两国方案 因为中方呢声称冲突的根源是没有能够达成这一边一国的两国方案 所以巴勒斯坦人民长期以来这个建国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啊 那所以现在看到是中方还是回到原本所提到的两国方案啊 是希望跟美国立场做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区隔吗 对应该在这边啊 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态度对于以色列当然是全力的支持 所以他对于其他所谓穆斯林国家 基本上让大家觉得他就完全站在以色列的那个部分 但中国大陆的策略就完全不同 他希望以色列也好或者其他穆斯林国家也好 认为中方是站在两边的中间 所以当然他非常 就是说他提出来的所谓的两国方案 就是某种程度让巴勒斯坦的这个部分 希望有让他们可以建国的这一个理想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 适缓则缘 所以某种程度中国大陆的特使 希望是双方先停火 然后大家能够坐下来谈 当然在这边由于这件事情里面 人道占了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平民的角色能够被凸显 然后接下来再来谈何谈 所以这一个部分当然也可以凸显出来 就是中国大陆希望稳住他一带一路 这些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好朋友 当然现在也不讳言 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 或者以色列跟叙利亚的边境 其实都有一些零星的事件发生了 所以要是整个区域的战火爆发 那真的不得了 这是变成是一场中东的大混战 现在除了中方派出他们的特使宅券之外 现在看到大陆外长王毅 他在最近也不断的密集去和包括了土耳其 还有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的会面 但是在连日来连续两天 中批以色列是不人道的 王毅在15号跟土耳其的外长在通话的时候 就批评说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行使自卫权 应当还是要遵守国际人道法 不能够以无辜平民伤亡作为代价 而且特别在14号就是在前一天 他也特别还有跟沙古地阿拉伯的外交大臣通话 他也再次的批评说 以色列行为已经超越了自卫范围 应该认真倾听国际社会 还有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 停止对加萨民众的集体惩罚 而且最新的就是他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通话 特别讲到了一句 他说以暴制暴只会带来恶性循环 好 现在中方在尾巴问题上面的立场 到底背后隐藏什么样的一些外交战略 你又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是 中方以来固定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中国跟以色列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好 那甚至以色列的第二大贸易的伙伴 其实就是中国 他们本来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纳坦雅胡也要访问中国 那时候还引起一点风波 但无论怎样一路以来 甚至就在军事上的技术 以色列也提供中国非常非常多的支持 所以其实整体上来讲 关系是非常的和睦 但是只有在尾巴问题上 那中国当然是非常支持巴尔斯坦 那甚至就是很早就一直说 我们的立场都是这个 一边一国的两国方案 这个从中国嘴巴讲 这个两国方案听起来特别的突兀 但是我觉得不见得会出现 很什么巨大的变化的原因在于就是 其实中国一直很想在中东地区 有一个立足之地 但是找不到嘛 当然除了以色列这个强权在那边 代表美国的利益之外 其他的国家也慢慢的在收容 甚至跟以色列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其实让中国变成在中东地区 一直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立足之点 只好往非洲去发展 那我觉得这一次它会加大去谴责以色列的力道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现在它的国际地位提升了 那以色列不只是只需要欧洲国家或是美国的支持 它也希望得到中国支持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它能够再接受某些 中国提出来的条件的时候 那当然中国在这个地方的话语权又会增加 不管是对巴勒斯坦或是以色列来讲都是 那刚刚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中国提出谴责很多的语境里面 也把巴勒斯坦的这个主体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国家 才会谈到所谓的自卫的问题等等之类的 这个跟我们一般认知的 巴勒斯坦到底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或战争实体 甚至加萨的地区是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他们已经站住了一个立场以后 那我觉得它在透过谴责以色列 让以色列去衡量说 我跟中国未来在战争后的关系 要怎么去做一个处理的时候 可能又偏向更认同中国的方案的话 那我认为那对中国长远来讲 在中东地区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战略发展的 第一个一步就对了 理解现在各界都希望让它成为一个 有线性的一个冲突 就是至少能够在一个可控范围 因为现在也传出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 伊朗已经表示说 如果以色列军队要占领加萨走廊的话 那么伊朗不排除会出兵 这件事情会影响后续如何的局势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人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叫铃铛 好 以色列清角哈马斯的这冲突 现在大家都担心的是 会不会把这个战事扩大 冲突持续的升温 伊朗的外长叫做阿布图拉西扬 他在17号已经提出警告了 他说反抗战线预计在未来几个小时内 将会对以色列发动先制攻击 而且他特别强调说 不会允许犹太复国主义政权 在加萨地区为所欲为 这两天也听到了伊朗方面也提到 他们在境内已经有60万的军队是在待命了 我想问华球兄的是 万一 我们现在只能说是万一 万一伊朗加入这场中东的大混战 这后果会如何 这个我们从两个层次来看 也就是小中东的主导战局 我认为伊朗跟以色列 阿拉伯 约旦 黎巴嫩 逊利亚等这些国家 是属于小中东的这样一个战局 大中东的战局就是美国 中国 俄罗斯等 这些大国 国际大国 甚至于北约绞进来 这两个大小不同中东的这个绞进 那就不一样 目前看起来是在这个层次 就是小中东的这个战局的这个层次 那么18号 美国总统拜登进来之后 如果能够把小中东的这样一个战局 给平静下来的话 那么如果有机会说服纳坦雅胡 说服哈马斯的这个领导人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战局就不会扩大 但是如果没有 那么未来的这个战局 扩大成大中东战局的话 那么这个险境就非常的危险 目前我估计来看的话 应该拜登到以色列之后 有可能在斡拳当中 不可能完全就顺利 但至少纳坦雅胡 应该会比较能够接受他的 会比较收敛我认为 那么哈马斯就不一定 OK那不过这个伊朗外长 他提到这个反抗阵线的话 可能会包括哪些国家 那么看起来这些反抗阵线 看起来伊拉克 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因为伊拉克过去 伊拉克两一战争打得非常激烈的 那么这个世纯不可能 在打完几次的两一战争之后就停掉 刚好借由这一次的小冬中的战局 燃起两一的这个薪酬跟救恨 不是不可能 那么沙特阿拉伯刚好 因为美国在策动 这个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合局 那么中国在策动伊朗跟沙特阿拉伯的合局 在这两个状况之下 会不会产生一些薪酬救恨 那我觉得是一个观察这个战局未来的一个焦点 现在听到伊朗是放狠话 就希望能够先拉住一下局势 夏伟兄我请教你 如果真的是伊朗要出兵 他们有说有前提 就是以色列军队占领 就是再度的占领加沙地区 那如果以色列军队 他们只发动地面攻击 他只进攻但是他不占领 但是这样就能够让伊朗不参战吗 OK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参战 真的发动攻击的话 伊朗第一波会采取什么方式 其实伊朗参战的确是会为 现在这整个中东局势丢下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球 但我个人认为伊朗的这个参战 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会全力拉住以色列 不让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反制 那伊朗能够动用的这个手段呢 因为其实你看 从伊朗到以色列中间隔个伊拉克 约旦 叙利亚 这距离其实非常遥远 所以伊朗它能够运用的最大的可能呢 就是它的弹道飞弹 它的弹道飞弹其实这个射程都不短 它其实以它的这个弹道飞弹基础来讲 甚至也有说伊朗可能也已经拥有这个核子武器 但是我觉得当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 还用到核子武器的话 那只能说这个国家要自取灭亡 因为其实今天我刚刚讲 美国今天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又摆了福特号 然后现在紧接着 艾森豪也要救到这个备战位置之后 它并不是要挺以色列去打这个哈马斯 你说美国的航空母舰 对这个哈马斯在这个地面部队上 这个作战有什么大的帮助吗 我并不认为 而且美国如果直接介入的话 直接用炸弹去丢哈马斯 那美国自己有给自己制造一个多的敌人嘛 对不对 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 最重要这两个航空母舰在这边 就是要阻止包含像叙利亚或者像伊朗这样的国家 在后面突然这样一个蠢动 等于说告诉这些国家说 我现在站在伊朗的那个以色列后面 你们就不要给我乱搞 那这个时候如果乱搞的话 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情的话 我个人认为美国会绝对拉住以色列 不让他自己动手 就像第一次波安战争的时候 第一次波安战争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伊拉克就是为了要扩大这个 反那个反游的这样一个战线 跟他为了让他自己营造出 他去占领科威特这样一个正当性 所以他就对以色列发射这个飞帽腿飞弹 在当时来说以色列就是挨炸 为什么他挨炸 当然你说事后跟美国有一些 那个各种的武器的进步上交换等等 但是很重要的是 如果以色列一旦只要反制 或一旦反击伊拉克 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反游圣战 就打起来了 那所以呢美国在这次来讲 他的航空母舰就是要阻止他 而且如果真的伊朗怎么样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 这一次他再怎么样 也不太可能像上次在这个北阿拉伯海 被K掉这个RQ-4或干嘛这样 之后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他再不做什么事情的话 那后面伊朗的飞弹会越受越多 那等到多到以色列受不了的时候 那美国也受不了 所以就说一旦如果今天真的伊朗发动攻击 我个人认为弹道飞弹还是最好的武器 但是如果他一旦如是做 那他就可能无可避免会遭致美军的这个反制 所以也就是说美军也不会贸然行动了 因为他记取了上次的教训 而且那个教训也是很惨烈的 那现在我们讲说战乱 其实最担心的是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包括金融市场 看到的是拥有恶王之身的 这个全球最大的避险基金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就是Ray Dalio 他就直言说现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已经高达50%一半了 达里欧表示说 尾巴冲突带来的伤害 很有可能会超出以色列和加萨地区的范围 在全球其他地方也会引发类似的武装冲突 事实上在尾巴冲突的 我记得大概在第一天还是第二天的时候 大家也在关注会不会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有 但是很快就结束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几天以来 大家现在越来越担心 其实从一些数据上面就可以表示 看得到 那尾巴冲突 大家会关心的就是它的外溢效果 所以秉庸你怎么看 刚刚特别提到 在其他地方会引发类似的冲突 它指的是哪些呢 我认为他讲的就是说 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秩序的这个体系 在乌尔战争当然已经有爆发一个点 那显然现在尾巴的冲突又爆发第二个点 这都会让我们之前讨论的美国 对全球局势的控制能力会逐步的下降 所以他讲的世界大战 我觉得不太像是我们认知中过去历史上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全世界分成两个阵营 主要的国家分成两个阵营互相的这个 大规模的作战 比较像是烽火遍地 就是可能在欧洲有一个温和战场 那可能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尾巴的冲突持续 那另外就是说在是不是在亚洲地区 台海也会有可能新的这个局势的发生 他可能是讲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他说50% 50% 其实以前我们也很喜欢讲50% 50%就是会跟不会 这好像废话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我认为他可以理解成 过去发生这种大规模 遍地烽火的这种情况 几率是低的 但他现在越来越可能性越来越高 那其实反映的就是我们之前所忧虑的就是说 如果美国现在连乌尔战争的这个影响力都已经 没办法持续了 那在尾巴这边的时候看起来 航空母舰开过去了 刚刚夏伟先生又提到就是 美国态度还是很谨慎的 那表示这个冲突的可能性可能是很高 所以大家并没有真正好想去面对这个情势的时候 反过来会让有些人认为 我现在如果要在国际的这个秩序上 有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因为每个人都是脆弱的 那只有那个游泳气的人 他可以找到一些突破的点 那这个时候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 所以我是认为他这样去谈到的时候 的确大家都必须要去注意就是说 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讲 前几天一开始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认为压出正脚了 可是伊朗并没有害怕 伊朗加码 伊朗认为说我可以 我可以对这个局势有影响 当然俄罗斯现在还是点点嘛 还是没有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但是我认为他也是四季的动 准备随时说 你看这么多主要国家大使都跑到中东去了 俄罗斯到现在好像也没有很明确的动作嘛 我认为就是在四季而动 所以反过来就说这几天这样的状况 明天拜登总统去完之后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就是到底会不会变成外溢出来的冲突 或者是就是在这里收容结束 这个解读 就秉右解读确实值得思考 就是说刚刚讲说一半一半 其实就是看 他也是在提醒说 那一半你是要不断的把这个局势加剧 还是要和缓这个局势 现在最后再来看这个埃及 埃及原先他们是拒绝开启在这个拉法 这个地方关卡的人道走廊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克 15号已经表示说 美方已经跟联合国还有埃及 以色列各方都讨论 而且有所安排 现在最新的决定就是 埃及和加萨走廊南部的拉法 这个地方的关卡会开启 但是让人道救援物资送进加萨之余 是只让加萨的外籍人士 先撤离逃往埃及 为什么只接受外籍人士 当然是怕哈马斯混在里面 所以追杀哈马斯呢 到时候他逃到埃及 你就抓不到他了 可是加萨的巴勒斯坦平民百姓怎么办呢 在这个部分里面 对于埃及而言 照埃及总统塞西的讲法 他已经接受了各国将近900万的难民了 所以埃及非常害怕 假如开发相关的这个通道 让整个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 进到埃及以后 那就不得了了 另外一个部分 其实埃及现在跟 当然跟巴勒斯坦这边有相关的界线 但从以前的历史上来讲 厄图曼帝国是把两边根本都合在一起 所以这些巴勒斯坦人进到了埃及以后 他说不定就回不去 也不想回去了 所以当然那个埃及也特别提出来 如果是把大量的难民进到了埃及 那巴勒斯坦未来建国恐怕是敲起了这个丧钟 所以从民族的角度来讲 跟这个埃及所能够忍受的角度来讲 埃及基本上都不愿意 当然美国西方包含这个联合国 都希望埃及能够把这个人道走行打开 但是对于埃及而言 你西方的问题 人道的问题 你都砸在我的身上 把人的筋子洗不掉 所以要求埃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埃及现在只接受所谓的相关的物资 以及就是其他国家外籍人士 而这里面绝大多数是美国人 因为埃及对他们来说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复合了 他的境内像刚才德维委员说的 这个已经有900万了 现在如果再加入这个100万 如果我们就算是一半 50万的话 可能对埃及来讲都是雪上加霜 好 那么等一下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 有人说尾巴冲突 这次在冲突背后 其实看到的是 俄罗斯可能是得力者 怎么说 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元局势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的是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到了北京参加一带一路的峰会 那么外界关心的就是 普丁还有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们两人会不会在高峰会的期间 安排单独私下会谈 而且又会谈什么 央视的新闻在15号播出了普丁的专访 他表示说跟习近平已经见了40多次的面 很多愉快的回忆 也吹捧习近平是真正的世界领袖 而这个佩斯科夫 也就是他们的发言人 就表示说普丁跟习近平肯定会抽出时间来单独密谈 可是到底要谈什么呢 路透社是表示他们的报道指出会谈有五大亮点 第一个谁来替代李尚福出席 第二个提供俄罗斯武器作战 还有两人会如何展现亲密关系 能源合作又不会再升级呢 另外是中俄的贸易合作会不会大幅增加 好现在中俄两国尤其是在尾巴发生了冲突之后 现在各自考量所扮演的角色 还有就是共同可能会扮演的角色 我们怎么解读呢 委员 在这边应该这样讲 当然普丁这一次主动出击来到中国大陆 我相信习近平一定会安排相关跟他个人的一个秘密的会议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由于美国的态度非常的明显 那现在中东又爆发相关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普丁一定会大力的争取 由于普丁本身俄罗斯跟某些中东国家的关系 包含伊朗这些也都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如何在这个机会能够把中国大陆更拉到自己的身边 双方做更加紧密的结合 我认为普丁一定会做 而对于中国大陆而言 由于美国立场 这个抗中反中的态度也非常的明显 所以在这个部分反而是创造另外的一个契机 是这两天外天报道也特别提到了普丁有跟这个纳坦雅胡通话 而普丁也表示说俄罗斯希望也能够来居中斡旋跟协调 现在的尾巴冲突 不过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纳坦雅胡还是我们刚刚讲说他非常的强硬 他就是提到说 现在反正在还没有扫荡完哈马斯之前呢 以色列的军队不会停下手边的工作 好 那么这次看到是一带一路的峰会 大家也关注的是普丁如果跟习近平见面 他们两人对话的一些焦点 那但是尾巴冲突呢 现在西方的焦点锁定在以色列 可是大家忘了吗 现在还在持续进行的是陷入胶着的俄乌战争 这对俄乌战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现在特别也关注的就是 在最近这两天看到了美方又在拨款了2亿美元 那秉佑你觉得尾巴冲突 有人说俄罗斯可能是从中得利 你怎么看 其实很多人都忘记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冲突到底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那有一些说法就是说 这个是因为乌俄战争焦灼 让很多国家感觉到很担心嘛 那想要用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赶快扭转这个局势 我自己有一点认同这个说法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证据 但我必须讲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冲突的爆发 对俄乌战事并不见得是坏事 反而是让这两个国家自己要去思考说 剩下我们两个了 只剩下我乌克兰 只剩下我俄罗斯 我们两个单独来面对这个问题了 西方国家不见得会对这件事情有太多的出手 所以我觉得如果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 他过去周恩世纪非常坚持 他在这个恢复领土的一些要求 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 我就讲现在最头痛应该是泽伦斯基吧 对 就是但是这不见得是坏事 我认为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去面对这个现实 就是说西方国家已经没办法这样支持我的时候 我要达到怎么样那个很实际的 可达的目标 来结束这场战争 而不是继续去呼吁 因为现在这个焦点转移的很快 它也是不可逆的 不会说这个就算今天 拜登总统去绕完以色列一圈之后你说 大家的焦点要回忽在俄乌战争上 又说我们再来继续支持乌克兰吗 我认为这个机会是很低很低 所以反而是让俄乌两国可以很务实的去讨论这场战争要怎么结束 我觉得这第一个是很大的好处 那对俄罗斯来讲到底是不是说 有这种坐收渔翁之力的角度 我倒也不这么看 因为对他来讲他已经受伤很重了 他其实是借这个机会可以止血 这个算不算一种利益 我不太这么认为 因为毕竟他可能之前是有付出一些代价 包含在这些冲突当中 他后续如果有一些证据 假设这些国家有涉入的话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风险存在 所以但是最起码来讲 这个尾巴事件的冲突的爆发 反而是让大家重新去检视 现在的世界局势这么危险的时候 大家反而会更小心的去衡量说 我到底希望世界的走向是什么 而不是说我这里就是要打 我那里就是要打 反而不见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我们从美方这一次的出手 我讲出手是指他给钱 我刚刚想说最近又才拨了2亿 可是你看之前他动辄就是十几亿 几十亿的这样送给乌克兰 最近就是给了2亿 那当然想说除了军援 除了这个钱之外 现在看到以色列方面 我们刚刚提到是准备要对加萨发送地面攻势 但是俄乌刚刚提到 已经进到了600天 这两天也听到拜登他特别保证 他是保证说美方可以同时面对 尾巴和俄乌两个战场 大家想说你的保证能相信吗 现在关心的是美国会不会陷入一个战略超负荷 怎么观察 请你说美国有没有办法支持像乌克兰跟 这个以色列两个战场 我个人认为问题是不大 但是重点还是在后面的钱 因为今天美国也不是说我今天随便就可以把我武器库中的库存 随随便便就拨出去 他每一年国会通过给这个总统能够运用这样的款项 也是有限度的 不是一个空白支票 不是说你今天拜登想去填多少钱 就填多少钱下来 其实我当时还蛮认同炳宥兄他刚刚所说的 这个时候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真的要去思考 如何去继续终止这场冲突 因为其实乌克兰能够打600天 讲实在话都是西方一直在给他血嘛 给他钱 给他钱给他武器给他装备 但是你从现在第一很重要就是当 乌克兰这次夏季的这个大反攻一直打到现在 显然他的进展非常非常非常有限 而且受创非常的重 那反而俄罗斯现在是以疫代劳 那这个时候其实战况不见得是对俄罗斯不利 那对美国来讲 好那美国其实他说他我这个武器库中军事装备很多 然后我这有多余装备可以提供给你 但是像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这种毫无 可以说这种无底洞的这个应该说 美国面对乌克兰这种无底洞的这种 就像丢到海里 对就像真的就像这个钱丢到海里就看不见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美国有没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继续丢下去 因为真的以乌克俄乌战场上来讲 那这个他本身的这个武器装备的消耗的这个量实在太可怕 可怕到我觉得根本不是 美国或是加上他的所有北约的这些盟友能够负担起 同样俄罗斯也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 好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过去俄罗斯他的这种各种储存的这些武器弹药都挖出来用 至少你现在还顶得住 你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还顶得住 所以那这个情况下 那你说以美国来说 美国其实很多人 我每次讲到这边 我都会说美国在过去因为20多年的反恐战争 其实给美国的国力带来很大的冲击跟创伤 很多人就说我是以美派 但并不是 因为真的美国这几年来 特别在反恐战争结束以后 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需要一个类似像文景之治的这样一个时期 好好的休养升息 把他的国力重新再培养起来 否则的话今天好 今天假设在太平洋地区 今天如果说北京真的想要对台湾动手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北京真的要动手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是自己来 他一定会跟那个金正恩说 两韩前线对不对 你要点贡献 这时候如果台海跟朝鲜半岛同时烧起来的时候 我并不认为美国真的有能力 能够同时兼顾两个战场 所以看到现在美方也是不能够轻易的 或者说他不会轻言讲说 我贸然就派兵 先是用军援 但是军援也会有一定的限度跟时间 你看能够多长 现在世界四大火药故已经爆了两个了 现在看到是在中东一个 然后俄乌持续 那另外两个就是朝鲜跟南韩 就是韩半岛还有包括台海 现在变成 接下来大家关注的是 韩半岛跟台海之间 会不会因此而成了一个高风险区 中国大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华球兄怎么看 中国大陆其实一直都在各个国际间 发生许多大事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那么他这个扮演重要的角色 主要的目的就是 对抗美国来撞到他的自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朝鲜半岛这个角色 他一定要扮演 最近你看 金正恩才到中国大陆去 也到俄罗斯去 这个情形的话 对朝鲜半岛来讲的话 我认为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朝鲜半岛的政策 是比较偏向北韩的 这个是有许多的例证都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他也不能失去 韩国这一个 南韩这一个很重要的这一个国家 但是他忌讳也生气 就是美日韩这三个国家常常在演习 或者是常常在一起讨论重要的事情 那么中国就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心情 再来的话 谈到我们台海 我认为台海 这几天 王毅特别常常提到 以巴这是两国论 那我认为我今天如果是民进党的选举的操作者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举操作的一个slogan 可是这样很危险 因为我最近这两天看到一篇社论 我特别想最后请教你 就是我特别看到他标题是讲说 以巴发生冲突 台湾特别要小心的是不要误判 是台湾不要误判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 用这个选举的这个文宣的手梗来看的话 王毅提这个两国论 事实上会不会激起 其他的这个我们选举各阵营的这一个 去做不同的司法 我认为顺势去操作的话 也许在选举的这个文宣的操作也是一个点 但这样是危险的 民友 这个你们应该不会这样操作啦 我们应该不会啦 包含就是说 你看我们现在主要的几位总统候选人 我们在讨论尾巴的时候 其实这个态度都非常的保守 因为过去包含民进党很多前辈 他们是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希望是 跟以色列建立良好的关系 所以在发言上 大家都是共同都是以谴责暴力为主 那你要说 去台湾本身介入国际能力 当然也没那么强 如果你说在这个时候 要特地发表什么样的一个说法 然后要去挑起一个敏感的神经 我想这个是在选前 大家都不会想到的一种变动的一种状况 OK 因为这不能类比啦 就是两个是民族嘛 对啊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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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到周六晚间九点 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岁月板 我们下转订阅 追订阅